一串雞皮炸魷魚再加點九層塔 猜猜看這兩樣要多少錢 55加65一共120元 只是這份量由顧客無法接受 宜蘭羅東火車站附近一間連鎖鹹酥雞店 遭顧客質疑份量太少 不是交外送就是一串雞皮再加一份魷魚 要價120元 顧客買回家越想越不對 那這樣子一份65 你覺得份量夠不夠 天文一出意外引發網友回應 不少人都說買過一次就不再去 份量超少 直接黑名單 甚至有人嘲諷 一串雞皮55元 難道是火雞皮嗎 顧客忍不住留下一心負評 店家回應 講得好像我們沒有價目表 其實一般鹹酥雞店按照大小份 雞皮價格是30到50元不等 由於平均五六十元 每一家鹹酥雞品質不同 粉量不同價格當然也就不一樣 當時店家遭顧客質疑 粉量太少 表示一切是按照總公司規定 也讓他們覺得委屈 TVBS新聞檢大臣蔡新瑜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